现在我要为各位示范如何在口试的时候自我介绍 各位老师大家好,我的名字是陈嘉玲 那目前我就读于高雄商职国贸科三年级 在高职的期间我对于财务管理的课程就相当有兴趣 因此这方面我都有取得相当好的一个成绩 并且在高职三年我一直维持在全班前三名的名次 课余的时候我也自己考取了会计丙级的执照 以及全名英俭中级的一个成绩 在寒暑假的时候我也曾经在国泰仁寿当任工读生 那其实当任工读生除了最重要的是要解决一些许多的突发状况 那这些状况我必须要能够很清楚的把它把它结合起来 然后告诉我的主管 那他们能够在第一时间顺利的解决 然后使这个问题能够安全的落幕这样子 所以我很自信的认为 我比其他的同裁间多了一份思考能力 抗压性而且有很丰富的一个社会经验 从小我的父母亲就告诉我说 我有努力才是前往成功的必备之路 所以我要求自己在做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做到最好 不能轻言放弃 所以在许多不管是课业或是工作上 我都要求自己能够做到尽善尽美的一个地步 对于未来我期许自己能够成为一个高阶的主管人员 所以从现在开始 我就常常要求自己能够多方的学习各种的专业知识 并且多多的涉猎报章杂志 以及专业的书籍 让自己能够达到一个学得深懂得广的一个境界 所以我很希望能够进入贵校来就读 让我能够在财务管理这个领域上能够更上一层楼 并且能够逐步的完成自己的梦想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各位老师